前段时间张同学的视频爆火 这让我对东北产生了一丝好奇 但是网络上总是能看到无数神舟踩堆视频 这似乎也导致了人们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不过查数据却发现 东北是城镇化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网络和现实的严重割裂感 让我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产生了好奇 所以我就拉上朋友老吴准备来一场东北深度探秘之旅 一路北上慢慢地我就发现沿途和南方确实不一样 每一次超车都是处于被各种大货支配的恐惧中 当远处烟囱拔地而起 倒气驴奔跑四溢 自带几分豪气 看来是真的踏上了东北的土地 极具地方特色主义 不愧是重工业基地 于是我们开始在沈阳街头 探索东北饮食文化 没找到传说中的好果子吃 充斥耳半的去吃 果然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沈阳 随意走进一家小馆子 热情老板娘还有吃饭小哥 就开始给我进行东北菜 义务教育普及 最后我想两个人吃饭 就正常点了三个菜 你不要怀疑我的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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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实惠啊 实惠 我只能吃 相信我 看到菜盘子那一瞬间 完了吃不完呢 对不起我错了 充分认识到东北菜的饭量 干方王这一次 属实是抬笑大方了 最后忍不住又点了一盆大鸡架 鸡架配老许 果然是干柴配猎虎 最后结账四个菜 只要一百二 兄弟们 我爱东北 来东北之前 我以为这里和网上说的一样 那是北大荒 普寒之地 恰逢那几天刚好有流行雨 作为半调子风光摄影师 我不禁想挑战一下 在东北能拍到怎样的风光大片 所以俩憨疲就丢下美食 开始了艰难的星空之旅 请屏幕前的朋友们仔细想想 我一个南方人 在东北零下30度的野外拍行情 重点是 着实是动屁股 咋办 没关系啊 机智如我 把全家的羽绒服都带来了 没有什么 能够达到伟大的中国人民 我穿了四件羽绒服 战胜寒冷的最好方法 就是面对寒冷 所以之后连续几天 行走在深山老林里 每当天气不好 哇 你看云 我总会默念八字阵营 果然 猪排姐姐从不让人失望 就这样 我们在东北的极致严寒中 见到了最为壮盾的流星人 可能有小逼友又会说了 这都是专业设备拍的 肉眼又看不到 所以接下来 就是我第一次 肉眼看到火流星的真实画面 好净 哇噗 哇 Atlanta 哇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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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光继的好亮 嗯 看 就不错 dragged 哦 拍摄流星过程中 我们偶遇了一位摄影爱好者何哥 感谢何哥的生命之水 让我们熬过了零下30度的漫漫长夜 那天晚上何哥向我们讲述了腐顺的历史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 迎着第一缕朝阳 我们就直奔腐顺 从高空往下看 腐顺的地形地貌 可以说是满目疮痍 其中最显眼的一道伤疤 就是西露天矿坑 这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矿 教员有句诗来形容它 大鹏扶摇上青天 只看美海半个边 坑底深达400米 据说是中国大陆的最低点 在百费代新的年代 这里为新中国贡献了第一桶石油 第一车煤矿 第一吨钢 第一吨铝 同树的工业原料从这儿出发 滋养了全国 经过一百多年的开采 现在这里也不复当年盛况 以前这一排吧 都是市场 哦 都是市场 这么多人啊 嗯 麻烦你那个矿一下 上腕已经上下了 上腕 对 现在没有 现在就放不黄 那之前那么多人 都分流了下岗 在矿坑的东边 老远就能看到一个大铁架子 现在到了一个叫龙胜煤矿的地方 去路边大叔介绍 全世界都在你一个了 现在一个了 这个德国工艺大铁架 曾经也是世界领先 可惜现在 他现在还有吗 这个 不存在的 厂子没了是吧 短暂交谈中 大叔满是对煤矿过去辉煌的缅怀 曾经的厂房 现在也变成了铁锅盾 嗯 铁锅盾 于是我们又又又又 被东北菜一样所折腹 最后吃到撑 还剩了一大半 打包送给了路边废饼蛋的大哥 下午来到矿坑旁的废弃石油厂 油轨电车从过去开到了现在 门口的石钟停下了指针 也把一切停留在了旧时代 破败的场区间 到处都是岁月的痕迹 在远处看 这是一种残破的工业美感 只有当真正走进这座钢铁巨兽 历史的压迫感射人心魄 恍惚间空气还弥漫着机油味道 耳边响起了机器的呼吟声 似乎在诉说的这里曾经的辉煌 当共和国迈入了新世纪 这里仿佛还停留在昨天 出租起物价十几年一直都是6块 国光苹果十斤也才6块钱 这处1958年建造的家属 现在单间出租也只需要几百块 而一位烤红薯的阿姨 看着阿姨缓缓推着小车的身影 后面的直播招牌显得有些讽刺 以前嘛有矿水的地方嘛 你不管你是什么人 只要是你勤快不懒 你就可以省存 不管你多穷都行 只要很做事 只要你很做事就行 完了你就是好省存 这就是养穷人的地方 好省存嘛 你现在就不行了 实在的影响发展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 从遥远的夜空降临 盖住了那些年的欲言幼稚 错过和落寞 资源枯竭 人口流失 重工业 缓缓落幕 我也在思考着 这座城市的未来 直到我遇上了一位 腿脚不变的大叔 我又在那里 八几年就过来 八几年就过来 八几年不远万里 从江苏来到东北搞建设 在工厂里奉献了一生 后来身体有了残疾 又被迫下岗 就买惯了 就买点小锅 这似乎是个足够悲伤的故事 好在大叔告诉我 政府有低保和各种政策 平时自己摆个小滩 生活倒也过得去 大叔仿佛是无数个 东北老一辈人的缩影 也像无数资源枯竭的城市一样 即使丰烛残年 却依然在顽强的努力活下去 告别离开后 回头看着大叔 依旧在楼道驻足 往的窗外 可能在缅怀着过去的光辉岁月吧 在府顺的短短几天 我看到了东北的兴衰浮沉 建国初期奉献一切 即使在疫情期间 东北地区派遣武汉的医护人员也是最多的 就像网友说的 东北没赢过一次网络暴力 但也没有输过一次民族大议 他明明受着最严重的地域歧视 却依然贡献了最纯真的长子情怀 他曾经那么辉煌过 现在依旧保持着粗利的骄傲和自豪 东北的落后 或许有旗帜问题 或许有产业结构问题 但就是不可能是文化和人的问题 物欲横流的年代 共和国长子的落寞 竟成了地狱黑的原罪 但朱军可曾知道 大连船舶重工 这是中国航母的梦工厂 沈飞集团是我国仅有的两大战斗机生产基地 哈电集团具有独立制造核电产品能力 这辆企业东北还有很多 他们的产值可能不及互联网企业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但这正是东北的价值所在 聚集了一大批国之重器 他们才是共和国的倚天长剑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爱公说过的 孙岩只在剑峰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球之内 我想到了菊座挥洒的泪水 我想起了那天晚上 一个人在废弃场区 拍到了中国空前站凌空 那一刻真的很骄傲啊 视频的最后 再回顾那碗如雨过的流星 热情可爱的人们 吃到撑的东北菜 朴顺的兴衰 我们见到的 是东北有别于网络 最真实的一面 当现实生活日益网络化时 每个人都在被刻板印象杀死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冲出迷雾 打破信息减划 不再被偏见不惜 走出去 亲眼看看这片广告的土地 和自强不息的人 还好我们离太阳 还不算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